女人 玉珠 就算你不关心 但惠星生产的问题 我已经解决了 好 那就恭喜你了 惠星产品 一直都是我哥在负责 不过我们是一个公司的 还是恭喜你 你说话打太极的水平 真是越来越好了 是不是真的 替我高兴都没关系 等会心上市了你就会知道 只有我的作品 才能给你最大的利益 这是高借永远都做不到的 喂 小玉总 慕子云刚刚已经进茶馆了 你在茶馆呢 我现在过去 茶馆 是我给你照片上那家吗 慕子云去了 我陪你去 抓现行这种事你一个人怎么办 不带个真人吗 那就不带个钱 我跟你说 但是你还能把这一号标准 不带个人 我找你 我找你 好 我找你 你找他 我找你 关姐 请问您叫谁 喝茶吧 时间差不多了 我去看看 那边 两位 两位留步 老板 不好意思 我已经劝回他们上会了 是 你怎么在这儿 高姐 于芷 你怎么在这儿 我 这两位是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芮华的小于总 这位是芮华镶嵌组的 首席设计师高慧小姐 你好 这位是这个茶馆的老板 赵岳先生 赵岳 幸会 幸会 高姐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不在定制组 在这儿干嘛 赵先生想定制一款 特别的首饰送人 特意邀请我过来帮忙设计一下 是啊 我早就听闻 高小姐的设计才华了 我想请她呢 帮我设计一下 因为我呢 虽然女朋友是三十周年嘛 我先送一件 刚刚就你们两位在里面吗 我刚想问你呢 你们两个这么匆匆忙忙冲进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玉政 我们自己找 两位 两位 哎 两位 哎 我说两位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老人 没事 快点 你都在上面 两位 快点 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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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说两位 你都在下边 一会是 你怎么回事 就还不回事 呢 我也有点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们工作 没关系啊 不过两位下次过来 先打电话预约查组 行 我先回去啊 你不是说你看着她进去的吗 人呢 是啊 我亲眼看着慕紫云进去的 没找到吗 小玉总 我真的没有撒谎 我发誓 行 我知道 高姐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你刚要查慕紫云跟谁见面 他又出现在茶馆 帮老板定制珠宝 这也太巧了吧 会不会他提前知道什么 故意帮慕紫云打掩护 我告诉你不可能 高杰知道慕紫云是我的死对头 他不可能这样做 你别忘了 高杰明知道你和慕紫云是死对头 还不是义无反顾地 把定制组归到宿经组了吗 他们俩会不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瞒着你 高辉我告诉你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也不要瞎猜好吧 你那板就会说 你一定要在小人 宝宝 好 Редактор辞职 是 团楼 你 好 多